别光看他家有钱,有一个地方才是令如今所有人细思极恐的深渊,不知不觉家有儿女已经播出16年了,曾经趴在电视上看他们的我们如今也已经成乡,可长大之后才发现当年的自己真的是太年轻,观看着下东海一家嬉笑怒骂,竟然没发现他们的家庭是多么有钱。 要知道,那可是16年前啊,刘星他们就都有自己的卧室,这种户型即便不在一线城市,稍微大点的城市都价值不菲,另外稍微看一下剧中各演员的衣服,刘星下雪和下雨经常会穿运动品牌,特别是小雪,动不动就是阿迪和耐克,这些牌子对于我们来说,很多人都是在2010年后才认识的,在这之前,这些都是非常贵的名牌,可剧中的他们基本上渐渐都是, 在看看家里的女主人刘梅,她在16年前就已经用上了雅诗蓝带,这个化妆品稍微有点了解的女性都知道,在当时那是非常难买的,可在剧中刘梅用着没看到有多心疼,好像在几个剧情中,她还丢过一些化妆品,从这点就能看出来,至少她对这个牌子当时的价格就是不敏感的,估计就像我们用大宝一样吧,最最令孩子们羡慕的就是家有儿女的三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电脑,那可是16年前啊, 很多家庭不用说电脑,有的地方连电视都还没有呢,刘欣家一家就有三个,再想想当时的宽带费用,不得不说,他们真的是很土豪了,再看看剧中其他的家庭布置,样样都让当时还小的我们大开眼界, 比如说他们家一丁香的零食,夏天不限量的哈根达斯,还有刘欣各种出手阔绰,反观我们在16年前可能一天的零花钱也就无毛,买文具的钱甚至也包括在里面,现在回想起来,他们的家庭真的是太幸福了,虽然不是原生父母,可从剧中也能感受到他们慢慢的亲情, 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家庭也是无法企及的,加油儿女与其说是一部家庭情景剧,其实也是很多家庭的发展残兆,在16年前二婚重组的家庭还不多, 夏东海与刘梅仿佛就像此后不少半路夫妻的优质伴稳,而这个家庭里发生的事是非非,其实在很多家庭也同样发生,或正在发生, 至于在加油儿女中的消费和生活方式,其实也是现在很多家庭模仿的对象,比如开放式的厨房,每个孩子独自的私人空间, 夏东海爸爸那样的工作方式,以及夏东海刘梅对不同孩子的教育方式等,从这个角度来说, 很多家庭确实现在都没有达到16年前加油儿女那样的水平,不仅仅是物质层面,在上面说的很多方面都有欠缺, 对于想要过上同样生活的朋友来说,努力赚钱买那样的房子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也要学习夏东海,刘梅那样的工作生活方式, 也许你早已发现他们很有钱,可你有没有察觉到他们不仅有钱,而且有很多生活时间, 这种有钱有闲还幸福的家庭状态,估计有99%的家庭达不到吧。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,欢迎关注。